好 再問訊 好 三問訊 我們向授課法師一問訊 大家向佛一問訊 阿彌陀佛 好 大家請坐 好 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阿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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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法師釋迦牟尼佛 阿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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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菩薩行身菠蘿菠蘿蜜多史 照見五運皆空 看不清楚啊 不用看了啦 這個心經大家都那麼熟還要看 都唸了就會唸了啦 觀之在菩薩行身菠蘿菠蘿蜜多史 照見五運皆空 觀之在菩薩行身菠蘿菠蘿蜜多史 照見五運皆空 那我們先來慢慢一個開看 先講菩薩的概念 再來講觀之在菩薩 菩薩基本上是簡稱叫做菩提薩舵 那我們簡稱叫菩薩 中國人好簡 這個就是在 揪摩羅斯翻譯的時候也都這樣啦 就是四個字的變兩個字 兩個字的變一個字 幾個例來講 比如說佛法身 佛 其實不能叫佛 我叫佛陀 簡稱佛 法是達摩 那是翻譯就叫做法 都簡稱啦 這個就叫做佛 這個叫做法 身其實叫做身且 但是就簡稱叫做身 那這個是中國人翻譯喜歡簡稱 能夠簡就簡 那菩薩 叫做菩提薩舵 那阿羅漢有時候簡稱就叫做羅漢 那菩薩 菩提薩舵 好 那先來解釋菩薩這個名詞 如果你單單 你單單說菩薩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 你如果說菩提薩舵 你就知道了 菩提是什麼 菩提是絕 沒有錯正絕 菩提是正絕的意思 那一般我們講阿釉多羅三秒三菩提 阿釉多羅三秒三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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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就是正 正等正觉 三菩提 正等正觉 无上 无上正等正觉 菩提萨多 萨多是什么 萨多是有情的意思 这个觉 觉悟它就是正觉 正觉的有情吗 不是 是永心求正觉的有情 永心 就是很勇猛精进的 要去追求正觉的有情 那主要是人 就是努力要成佛的人 那我们讲 菩提萨多 如果你单单讲菩萨 没有办法 因为菩是一个字 萨字不是 菩提萨多 简称菩萨 菩提是正觉 那么这个萨多是有情 众生 有情众生 那么如果有这么一个友情 他积极努力的要追求正觉 我们就叫这种人叫做菩萨 菩提萨多 永心求正觉的人 都有情了 他也可以是天 也可以是人 所以这个叫做菩萨 菩提萨多 那一般来讲 菩萨 菩萨分 如果以早期的来讲 现在我们说 菩萨有52个阶位 在大智能的里面 或是早期的说法 菩萨分两类四种 菩萨 现在我们知道 菩萨就是菩提萨多的意思 所以我们一般讲菩提心 菩萨就是发菩提心的人 我们叫菩提萨多 菩提萨多 菩萨 就是发菩提心的人 永心求菩提的人 就是发菩提心的人 所以我们常常讲 发心发心 发心的意思 其实是发菩提心 后来 发心用到泛滥 这个饭没有人吃 你发心把它吃了 这个也叫发心 其实发心是发菩提心的意思 后来就是大家发心 发到什么心都发心 不是 发心是发菩提心的意思 这个菩提萨多 我们一般我们讲发菩提心 就是 菩提心是什么心 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这个菩提一般叫做 阿妞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菩提我们先讲 先讲菩提再来讲菩萨 菩提有三种 有三种菩提 不是那个三菩提 那个三菩提是放文叫做正觉 是生文菩提 圆绝菩提 因为他都是正觉的人 生文 圆绝 跟佛 佛菩提 这三个都是菩提 菩提有生文菩提 圆绝菩提 跟佛菩提 佛就是佛陀 佛菩提是 无上正等正觉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一般叫发菩提心 就是发阿妞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像金刚经讲 善男子善女人 发阿妞多罗三妙三菩提心 因云合住 云合降伍其心 那有些版本还多一个云合修行 那意思就是说 你要向佛学习的人 要成佛的人 所以发菩提心是什么 发心就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就是 我发要成佛的心 那大圣跟 大圣跟声文小称 最大的差别 这个是小称 最大的差别 就是有没有发要成佛的心 这个只是发解脱的心 我要解脱 解脱也是成正觉啊 但是这个也成正觉 但是佛陀是无上 声文上面有佛 佛上面没有啦 就最圆满啦 气是这样 所以我们说发菩提心的意思就是 我要成佛的意思啊 可是我们都号称大圣 那问你 有没有人要成佛 没有人敢举手 为什么 我哪里可以 我烦恼多 我业障重 我智慧差 别开玩笑了啦 师父 大家都这样讲 是不是 我问你 想不想成佛 想 能不能成佛 不可能 是不是 大家都这样 真的 你想想 现在不要说成佛啦 现在要解脱都认为不可能 师父 现在是末法呢 末法众生 一亿人修行 汉医得道呢 现在怎么修都不可能呢 错误的观念 没有可能说 解脱法2500年前 这样修可以解脱 2500年后就不能解脱 他是保存期限过了吗 不然怎么2000年后 就都没作用了 不可能嘛 你想 那法是什么 法处 法界 法性 他不会变的 不会因为时间空间变 可是我们的观念都这样喔 真的 大部分人的观念就是 现在末法啊 你这样修也不能啦 那是怎样 这个法2500年前有效 2500年前有效 这个要保存期限2000年是吗 500年了 500年后就过了 就没有效了 末法了不能修了 不对喔 不对喔 这个观念不合乎佛法喔 那我们因为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 现在说发心的人 都没有发菩提心 不要说 不要说佛菩提 就是生文菩提都没有发 真的 我要解脱的心都没有啊 还要成佛的心 你想想 你们谁 我发要成佛的心 来我举手我看看 你说 我是菩萨 我要成佛 不管多生累劫 我就是要成佛 有没有人这种心 没有啦 师父往生就很好了 下比下生就偷笑了啦 这个叫做什么 怯懦 悲劣 就是说 我们的习惯啊 业障重 烦恼重 那么智慧什么 智慧亲 智慧薄 该重的不重 不该重的很重 那我们就会这样怎么样 智我菲薄 就是说自己看不起自己 忘智慧薄啦 但是你自己自己看不起自己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喔 现在我们先讲菩萨 我告诉你 大家都认为是菩萨 老菩萨 这个菩萨 这个菩萨 大家都叫菩萨嘛 对不对 你也菩萨 我也菩萨 菩萨的不亦乐乎 谁发了菩提心啊 你跟我说啦 真的啊 这个是很现实的东西 叫菩萨叫得很快乐啊 对不对 你也菩萨 我也菩萨 什么叫菩萨 现在我们要先确定这个东西 有什么叫菩萨 发了菩提心的叫菩萨 那什么叫菩提心 我要菩提有三个嘛 身文元解佛陀嘛 就是你要解脱的 那你要成佛的 那 现在我们的菩萨 都是 解脱也没有 成佛也没有 都只要往生而已 都是不做善恶道就可以 不对喔 这个不能叫菩萨 这个 真正的菩萨 我们要先定义 有菩提心的 发心就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就是发要成佛的心 这个菩提不是身文 不是元解 就是阿妞多能 上面要上菩提 大圣佛法是这么说 所以我们要先把 这个观念先弄清楚 因为我们跟末法的思想 连结都太深 我们无形中被影响 认为 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身不逢死 那么 虽然遇见的佛法 没有能力可以得解脱 现在的佛法 怎么修都没有起作用 这个观念是错的 那么佛法 正法 法柱法信 法界 他不会受时间空间的影响 论师就讲过了 正法又不是墙壁 只能够维持多少年 对不对 不是 他历久弥新 不管两千年前 两千年后 有佛没有佛 只要你依正法 你就可以得解脱 你就可以成佛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那这个是所谓的菩提萨多 好 那菩萨基本上 两大类 四种 一个叫做凡夫 一个叫做圣者 菩萨 菩萨有凡有圣 凡夫有两类 叫做初发心跟久修行 这个是大称的 要发菩提心才叫做菩萨 你没有发菩提心 不叫做菩萨 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才可以度 无量无边的众生 你没有成佛 你度众生就有限有量 你成了佛 你度众生就无限无量 没有限制的 你成了佛圆满 你可以有 十八不共法 事无所谓 那么你可以有种种的方便 你练智慧 你会度很多众生 那么如果生文呢 他也度众生 但是度的众生有限 他随缘而已 但是菩萨不是 应以合身得度 极限合身 那么应该以合法 那么可以度化他 他就跟他说哪一种法 菩萨不一样 因为他学的多 学的广 他智慧更高 慈悲心广 其实是这样子的 所以 这个菩萨 菩萨 我们再把这个讲清楚好了 这个菩萨基本上 一般我们讲 菩提心 菩提心的 大称的根本在菩提心 我们先写这样好了 这个 这个再把它说清楚好了 因为其实这个很多人也不知道 大称佛法 就是 大称佛法的重点 因在菩萨嘛 果是佛嘛 那么大称的根本 在菩提心 大称的根本是菩提心 因为 你是不是大称 其实 一个标准就是 你看你有没有菩提心 你有菩提心 你就叫做菩萨 你就是大称 你没有菩提心你就不是 就算你有三明六通 你都不是 你都不能叫菩提萨多 所以 重点在有菩提心 那我们说过菩提心 就是成佛的心 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 大称的根本是菩提心 那菩提心的根本呢 为什么一定要成佛 解脱不行吗 为什么要成佛 菩提心的根本是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有讲吗 为了要度众生嘛 所以菩提心的根本在什么心 大悲心 菩提心的根本就是大悲心 那什么是大悲心呢 那大悲心的根本是什么 大悲心的根本是什么 怎么样才是大悲心 愿意帮助人就大悲心吗 愿意牺牲自己就是大悲心吗 什么是大悲心 大是大在哪里 无所谨责 对 大 大就是大在无所谨责 金刚经讲 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怎么样 怎么样 我皆令入无与涅槃而灭肚子 这个若暖身 若胎身 若失身 若化身 若有色 若无色 若有想 若无想 若非有想 非无想 这个是众生的分类 意思就是说 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 我都要帮助他 帮助他怎么样 离一切苦 得无与涅槃就是离一切苦 无与涅槃连生苦都没有 而灭肚子 就是让他没有任何的痛苦 就是解脱了 帮他 帮到什么 帮到他就近 都不再受苦 以后不用再帮了 就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我们现在来看是什么 这个实际是对 印度人对众生的分类叫做 胎暖私化 或是把它分作有色无色 或是把它分作有想 无想 非有想 非无想 就分类 那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分啊 若国民党 若共产党 若民进党 那我接怎么样 我接预令 我都要让他得到利益 得到佛法的究竟利益 那就是这样 若大人 若小孩 若男的 若女的 若有病的 若无病的 若有钱的 若没钱的 其实就是这样嘛 就是说没有简责 不加简责 我不会因为你跟我比较好 我就帮你比较多 我不会因为你曾经骂过我 我看到你受苦 我就不帮你 这个大就大在这里 无所见责 那怎么样才可以大 你想大就大 没那么容易呢 都难免 你昨天骂过我 今天即使可以帮你 我也不想帮你了 明天再说吧 为什么 那不容易啊 怎么样才可以大 无所见责 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有什么观念 你才可以有大悲心 这个大悲心才能大得起来 才能无所见责 叫做冤亲平等 要有怎么样观念 对 要有空信慰 无我的观念 所以大悲心的根本是什么 空信慰 大悲心的根本就是空信慰 空信慰就是无我的心 的智慧 要无我的智慰 因为你无我 无私 你才能够什么 全然的为别人 不会自己找小 如果有我 就有我所嘛 这个是跟我比较好的 这个有拿水果来拜我 这个是拿富士苹果来的 我就给他好一点 没有这样 他帮不帮这个人 完全是看这个人需不需要 不是看他跟我的关系 而是我能够帮他多少 那么他需要我帮多少 是看这个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就要看哦 大赛根本是菩提心 菩提心的根本是大悲心 大悲心的根本就是空信慰 那 基本上 这个就是 大圣的什么 学佛什么 三要 以菩提心 大悲心 及空信慰 基本上就是这样啊 好 那我们再看哦 好 那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 我们现在要照见五云界光 这个空信慰了 好 那先来看 先来先来把这个菩萨弄清楚了 好 那凡菩萨有四类 先把这个弄清楚 你才知道怎么叫做观自在菩萨哦 要不然如果我问你什么是观自在菩萨 100个人 90个人跟我讲观世音菩萨 真的 不只是观世音菩萨 我们先把这个菩萨弄清楚了 好 好 那 菩萨有凡有圣 我们现在讲到五十二个界位 实信实柱实行实为相实地 等节妙节 我们现在分是分这样的 那个是后来分的 早期分的基本上就分四个 凡夫跟圣者两类 凡夫菩萨跟圣者菩萨 凡夫菩萨跟圣者菩萨又有分 菩萨在过去就是佛了圆满了 菩萨在过去就是佛了 那菩萨成佛了之后 他就圆满 圆满就是度一切众生 因为十地的等觉菩萨也度不了等觉菩萨 你的烦恼就是我的烦恼啊 我怎么样度你啊 度不了啊 十地菩萨 只能度十地以下的 度不了等觉菩萨 类似像这样 所以要成佛就是这样 那我们说菩萨分两类 一个是凡夫 一个是圣者 凡夫 凡夫有两类 叫做出发心 第二个是什么 久修行 出发心只是一刹那而已 那现在 这里有没有人去受过菩萨界的 有没有人 菩萨界啊 出家一定有啦 在家有没有人受过菩萨界的 有啊 举手我看看 我看几位菩萨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有的人说菩萨界不敢给别人知道是吗 好 没关系 这是光明正大的事 要勇敢举手 不敢举手 好像又被划钱一样 我不会叫你来问话啦 你不用担心啦 我是想知道有几个人去受过菩萨界 现在好像有很多人怕我点到他是吗 一个是出发心 一个是久修行 很多人 其实有一些人受菩萨界 很多人受菩萨界不知道菩萨是做什么的 我早期有找一些人去受菩萨界 大部分的人受了菩萨界 只知道两件事 要吃素 师父 我受了菩萨界 但是我要煮 昏的给我的子女吃 给我的孙子吃 这样有没有犯界啊 他在意的就是这个 那个蚊子蚊子蟑螂能不能打啊 然后再有多的就是 就是过午不时 六灾日 那么多数的人对于菩萨界的观念 第一个就是受菩萨界要吃素 第二个就是受菩萨界要持六灾日 这样讲其实没有能够真正知道菩萨的意义 我会问你们 不吃素 能不能受菩萨界 是不是受了菩萨界一定要吃素 我先问你们 受菩萨界都有吃素吗 有 都吃素 受菩萨界是不是一定要吃素 如果 佛陀时代比较没有特别讲到菩萨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先就菩萨这个概念来说 就是发菩提心嘛 要成佛的心啊 菩萨界不要纠结在 纠结在这个 要不要吃素 能不能打蚊子这种小事 这是小事 并不是你有吃素 你不打蚊子 你就是菩萨 我告诉你不是 不是你有吃素 你不打蚊子 你就是菩萨呢 我们说什么是菩萨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是什么 要成佛的心 所以菩萨重点 你不要纠结在那边 基本上主要 主要在第一个 第一个 一般来讲 菩萨的根本就是大悲心 表现在大悲心 这个是慈悲 就是我们讲慈悲 这个是什么 智慧 你看 慈悲跟智慧圆满就是什么 就是佛啊 佛不是两足尊吗 慈悲跟智慧圆满就是圆满菩提 无上菩提 不是这样吗 你好好想这个道理 很多人都弄不清楚 常常有人讲 你地没有人少 发心把它少一少 饭没有人吃 你发心把它吃一吃 这个发心不是那个发心 菩萨不只是吃素 菩萨老实说也不一定吃素 不吃素也可以做菩萨 吃素当然更好 不吃素并不是就不能做菩萨界 你错了哦 不对哦 不吃素也可以做菩萨 因为你做菩萨全凭于你 主要是慈悲跟智慧 当然你吃素 合乎菩萨 定义 但是菩萨界有很多条 并不是你一条不符合 你就不是菩萨 你去读书 只有你一科不及格 你就不是学生 没有啊很多科耶 对不对 你其他科都考一百分 这一科考不及格考五十分 他就会被当掉吗 也没有啊 是不是 一样啊 吃素其实还算小事 它重点在不害生命 不杀生 所以并不是吃素跟杀生没有等同哦 但是能够吃素最好 但是不吃素也可以做菩萨 那这个我们要先知道 那重点是慈悲跟智慧 那吃素是合乎慈悲心的 但是慈悲心不是只表现在吃素这一件事情上 有的人是吃素哦 但是哦 那个脾气很不好哦 这边骂这边骂哦 那这个骂人也是伤害众生啊 你以为就不是哦 而且你伤害人的过失 比伤害畜生的过失大呢 那所以这种 你要增长的是慈悲心啊 吃素只是增长慈悲心的一种方法 不是唯一的方法 不是你吃素你就有慈悲心 也不是你不吃素你就没有慈悲心 不是哦 但是吃素可以增长慈悲心 这个我们是肯定 那这个观念要知道 那慈悲我们说过菩萨重点在慈悲 那么这个叫做大悲 大悲是悲是重在什么 悲是重在什么 慈跟悲有什么不一样呢 讲看看 慈跟悲有什么不一样 慈是重在什么 悲是重在什么 慈能与乐 悲能拔苦 那你就知道菩萨要做些什么了 我们要合乎菩萨的定义 悲是拔苦 娱乐是给谁快乐 给别人快乐 不是给自己快乐哦 拔苦是拔谁的苦 拔众生的苦 不是拔自己的苦哦 所以 娱乐跟拔苦 其实慈悲心 吃素只是拔苦 或是娱乐中的一个 不伤害众生嘛 你不造成给他痛苦嘛 所以 菩萨的定义在 你自己 你自己 有好的东西 你自己 因为这件 比如说你吃到一个苹果 哇好好吃 你马上想到 应该让众生 没有得吃的人都可以吃到 你自己有病 吃了这个药很好 你希望所有有这个病的人 都因为 吃了这个药而好 你就去帮助别人 类似像这样 这个叫做拔苦 娱乐 就是你 你拥有的权力 财力 体力 那拥有的智力 就是你拥有的一切技术 那么能够带给你幸福快乐 那么带给你民生 带给你财产 赚钱 赚的 你的一切技术 财产体力 智慧 因为你愿意奉献来帮助 其他的一切人 让他们也得到跟你一样的幸福跟快乐 这个是词 分享 这个是分享的概念 愿意把我所拥有的 让我能够快乐的 幸福的 这一些条件 我奉献出来 让所有的人 当然你不可能给所有人做幸福 但是尽可能让 大多数的人 拥有这样的 幸福跟快乐 拔苦 就是如果我自己受到这样的痛苦 我希望一切的众生 都不要受这样的痛苦 那么我看到众生 虽然我没有受到这样的痛苦 但是我看到众生正在受种种的痛苦 如果我有能力 我一定马上帮助他 尽力帮助他 如果我没有能力 我一定赶快学习 拥有这种能力来帮助他 这个叫做拔苦 那么菩萨的定义就是这种心 自己努力修学得来的 不管是你训练来的体力 财力智力这一些愿意奉献 来帮助众生 那么看到众生受苦 那么马上立即的 就想要帮助他离苦 如果自己的体力财力智力不足 一定赶快学习来帮助他 我们很多人念地藏经 地藏经 地藏菩萨的缘起是什么 地藏菩萨的缘起是什么 不是 地藏菩萨跟牧连不一样 地藏菩萨跟牧见连是不同的 对 地藏菩萨前身是婆罗门女跟月地利女 他的母亲不是堕入地狱跟二轨道吗 是不是 你看这个故事其实他是告诉你菩萨 其实他是在教你 很多人不会读经 地藏经是教你发菩提心 是菩萨的根本 从哪里看 地藏菩萨 你看 地藏菩萨的母亲 堕入地狱 对不对 受苦 她不是去求佛吗 她受苦 她看到她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 非常苦 她要救她 没办法 她发了什么心 她发了什么心 她才成为地藏菩萨 她本来不是像这么厉害的 她后来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要救她母亲嘛 对不对 那如果只是要救她母亲 她还不能成为地藏菩萨 因为没有什么 没有大悲心 是不是 你看地藏经是想什么 地藏菩萨母亲堕入地狱受苦 她看到不只是她母亲 所有地狱的人都这么苦 有没有 然后她发什么心 要让所有地狱的人都离这个苦 有没有 你看 她不只是救她母亲 如果她只是救她母亲 她就不是现在的地藏菩萨 因为 这个就是 无言大悲的心 她母亲跟她有缘 其他人跟她没有缘啊 她没有说 我只要救我母亲 赶快救出去 想办法救我母亲就好 我告诉你 这种心不是菩提心 所以 你仔细回去看地藏经 她让地狱一切的众生 不只是她母亲 因为 她看到她母亲 为什么是母亲 为什么是母亲 你要知道 佛教里面修慈悲观 慈悲心 她不是有七周原始吗 七周原始 第一个修的 比较容易 慈悲心要慢慢扩大 第一个修的是谁 母亲 因为母亲因缘比较深 你要让母亲在受痛苦 你要让母亲离苦的心 这个比较容易修 当然父亲也有啦 但是一般都以母亲为代表 然后母亲跟我们 对我们有恩 对不对 那与我们的缘比较深 我们容易发起这个心啊 所以从母亲开始关 关到最后 最后一层是跟你有仇的啦 先从母亲 然后从什么 婴也没那么凶的兄弟姐妹 然后亲戚朋友 然后外缘的跟你无缘无仇的 然后跟你有仇的 就这样一层一层关 慢慢扩大 扩大到什么 一切众生 你都要让他入无语捏盘而灭肚子 地藏菩萨是先让他脱离三恶道 所以你看起来好像他救他母亲 其实这个是教我们修慈悲观 先帮助跟你有缘的人 跟你有恩的人 这个心容易发嘛 这个心发出来之后 慢慢增加增加增加 再进一步 缘没那么深的人 再进一步没有缘的人 再进一步 有仇的人 再进一步有深仇大恨的人 你才能够做到 若暖身 若胎身 若私身 若化身喔 才能够做到什么 冤亲平等喔 才能够做到无所谨责喔 不然你大悲心要怎么来 地藏菩萨在教你修这个 但是我们读一读读一读都没有发现到 我们大部分能力量金 都是要超度自己的父母亲 或是见属 你没有想到说 我要跟地藏菩萨学这样的发心 这个就是发菩提心为因 地藏经我告诉你这样讲 只是你没有读出来而已 然后他就开始努力啊 就修行修行 他告诉你讲因果 所以你看啊 地藏菩萨怎么样 若欲杀身者 跟他讲什么 短命多病报 若欲学淫者 跟他讲鸳鸯割雀报 有没有 有啊 这个意思是什么 你要令众生拔苦啊 他这样做很危险啊 会受苦啊 菩萨 那菩萨 最主要的就是 他还没受苦之前 你不要让他受苦 已经受苦了 想办法把 让他赶快远离那个 不造业出来 那么 已经没办法了 叫他好好唱会 再把他带出来 地藏菩萨 我问你 地藏菩萨 他说地域不空 事不成佛 地域可以空吗 地域要怎么空 地域要怎么空 让众生不要入地域 地域就空了 因为什么 你如果 你进地藏菩萨的任务 不是从地域把人救出来 是让人不入地域 这个是地藏菩萨的精神 他不是专门去地域把人救出来 我告诉你 你要去地域把人救出来 违反因果 没办法 第二个 你怎么救救不出来 你这边救三个出来 那边又五个进去 你永远救不完 你让这一些要入地域的人 不入地域 让一些受完业报的人 他出来 再教他怎么样不受地域 不造二业 那么只有出来的人 没有进去的人 地域会不会空 会啊 就是这样啊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的精神 你们读地藏菩萨都没有读到 所以你要看经典 其实他都有跟你讲道理啦 前面就是一样 所有的大圣经典都是发菩提心为因 如果没有菩提心这一个 他就不叫做大圣 所有的经典都有哦 所以我们说 经典里面都有什么 修行的什么 宗旨 一定有的啊 你要看出来啊 好 那我们是借由地藏菩萨这个来讲 所谓的菩萨 菩提心啊 那慈悲这个 其实所有的菩萨都有 好 那 菩提撒舵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 菩萨有两种 这个烦跟圣 出发心跟久修行 所以修地藏法 我们都要跟地藏菩萨一样了 先发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 我要救一切众生的心 从拔苦开始 然后娱乐 那么圣 出发心就是这样 你只要有发心 其实你只要受了菩萨戒 菩萨戒 受菩萨戒之前都会跟你讲嘛 你是不是菩萨 有没有 有讲这个吗 那你怎么说 一定讲是的嘛 那你现在你是菩萨吗 是吗 是不是 是菩萨就是要有菩提心 才是菩萨 要有成佛的心 有没有要成佛的心 有 有 那你们厉害 给你们派杯手 好 那么久修行就是 发了菩提心之后 发了菩提心之后 就开始依着 菩提心修行 那菩提心怎么修行 它不外乎 菩提心圆满 无上菩提圆满就是慈悲跟智慧的圆满 就是慈悲跟智慧的圆满 慈悲要怎么圆满 就是不断的拔苦余乐 为众生想 无私无我的奉献 那一边修慈悲 一边要修智慧 因为你如果没有空性慧 你的慈悲不能扩大 如果你的智慧一直增加 你的慈悲没增加 你会落入升稳 你会落入小秤 如果 就是说 如果你的大悲心不够大 就是没有空性慧 那么你可能会落入升稳 众生太难度 你就是挂肉好吃 你都是割肉给他吃 他也嫌你的肉不好吃 真的 那么你会退心 我告诉你 你真的 真的你毛起进来 修菩萨道 很容易退心 为什么 众生不是你帮助他 他就感恩你 没有 你帮助他 有时候他不感恩你就算了 他后面还什么 还捅你 对啊 那你 你能被捅几刀啊 捅个没几刀 你就算了算了 自己修就好了 所以菩萨不容易啊 可是 所以你必须要有什么 你如果没有 就像我们举一个例子 像那个舍利佛 例子不是很有名吗 你们知道 舍利佛发了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哦 志气满满 发了菩提心 要行菩萨道 结果 结果这个 这个 遇到一个 遇到一个老菩萨 在那边哭 那个是天人化现的 他说 你发菩提心 很伟大哦 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 就 发现一个老太婆 在那边哭 然后 他 他刚发的菩提心 所以我告诉你 刚发菩提心都很敏感哦 很想帮助众生 看到可以帮助的众生 我告诉你 那是很快乐的哦 就想要帮助他 已经帮助他 就更快乐了 真的 但是 如果你 如果你帮助了他 又被嫌弃哦 那个时候你就不快乐了 就会这样 这个我也有经验哦 我等一下再跟你们讲 那 这个舍利佛就 看见老菩萨 发了菩提心嘛 就是 老太太 你为什么这么 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他说啊 哎呀 你不知道啊 你不要管我啊 你帮不了我了 他说你说说看嘛 他说 哎呀 我的一个儿子哦 我的一个独生子 生病了 医生说哦 要找到那个 要找到那个 修行人的那个眼睛给他 给他做药养 他的病才会好 他想说 第一个 我去哪里找 修行人的眼睛 一般人的眼睛都不容易 不愿意给你啊 你还要找修行人眼睛 哪里找得到 我这个儿子肯定是没命啊 我这么老了 那我这个儿子 我都依靠他 他现在没命了 那我看来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又照顾不了他 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越讲越伤心 这个舍利佛刚发菩提心 就想到说 就想 你要说给钱 给脚 给手 还好 你给眼睛 给眼镜还可以 给眼睛 哇 你这个 这个实在很为难 你知道吗 但是他发了菩提心 死头目脑水吗 好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我就要做到 好 他就二话不说 老菩萨我告诉你 他说老太太你挂水 你不要担心 我就是个修行的人 你不要担心 我马上给你 拿回去给你儿子用 二话不说 用手就把这个眼睛 右眼挖出来给他了 这老菩萨拿出来闻一闻 骂他 你骗我 人家说修行人的眼睛 没有心味 你的眼睛有心 不是他没有这样讲 他先讲说 哎呀你怎么那么快 我要的是左眼 他说左眼才有效 右眼没有效 哎呀他先讲这样 他说哎呀 我还没讲完 你就挖了 那个医生说要左眼 哎呀 右眼挖一颗 左眼还可以看得到 左眼都挖起来 就没有了 那又不能装回去 他就说哎呀 我们遇到这样一定算了 但是他没有 他一直要做 好我去拿菩提心 我就做了 又把左眼挖来给他 挖来给他 那个老菩萨看了 闻一闻说 就骂他 因为他看不到了嘛 但是他知道他在骂他 你骗我 你要害我 人家说修行人的眼睛是没有心味的 你都有心味 你不是修行人 我拿这个去给我儿子吃 肯定他要死 还没那么早死 吃你这个就死了 一直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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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舍利佛一听到这样 哎呀菩提心 是菩萨真难做 就是两个眼睛没有了就走了 从此 据说啦 这大致都能讲的 从此几节都是 都没有再发菩提心 那么菩提心真难啊 真的很难哦 我刚说菩萨界的时候 我给大家提供个经验 一次 我刚说菩萨界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菩萨是怎样 就是把自己的快乐给别人 看见别人有痛苦 尽量让他什么 尽量让他不受痛苦 所以我刚我二十几岁去受菩萨界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年轻人不受菩萨界的哦 都是年纪大的 因为造业造不起来的嘛 所以才在受菩萨界 不是 很多人很怕菩萨界 起心动念就犯界 那错误 不是的 那么 所以那个时候年轻人很少受界 菩萨都是老菩萨 没有年轻的菩萨 错误的 年轻人正要受菩萨界 因为有力量 青春有力量 然后那个活动力强 那个心哦 那个心才能做 那年纪大的 更要受 那为什么 你受了菩萨界 你那个 那个阴很深啊 那我们这话讲说 菩萨界不容易 容易退 为什么 你没有空信会 容易退 那个慈悲 扩大不了 我受了菩萨界 我就知道 哎呀这个受菩萨界 就是要这样 看见别人受苦 一定 就是说自己曾经受过这样的苦 就发愿 以后 我决定想办法 不要让人家跟我受一样的苦 然后会感同身受 那种心很强 我有一次我受了菩萨界 以前我二十几岁而已 受菩萨界 那时候上班骑摩托车 骑呀骑呀骑呀 会看到 看到路上有那个死猫死狗 然后就会想 受了菩萨界 这个有情众生 有些还没死 有些已经死了 就觉得 我们就会感同身说 哎呀这是猫 这狗真可怜 出生到已经很可怜了 又被撞死 撞死已经很可怜了 又被这个车 没有人管他嘛 又压来压去压来压去 他就重复受苦 哎呀你不知道 受了菩萨界 那种情感特别重 那种发心特别强 就想说哎呀 菩萨就是要慈悲 要拔苦 我看到这个众生在受苦 哎呀不忍心 一定要帮助他 发愿 因为以后只要让我看到猫跟狗被撞 因为他有危险 因为我们要骑过去去 看到猫在那边 会闪啊 闪不小心就会撞到车啊 那如果没有闪压过去 我们又过意不去啊 就会这样 就自己也很危险 然后那只猫就是不断压 不断压 没有死也压到死 死了还在那边一直压 他也痛苦 我们那时候想 我就想说 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如果是我撞死在这里 没有人管我 一直压过去 那也很痛苦啊 不行 就是这个就是 菩萨的精神就是这样吗 好 发愿 只要 当下就要发愿喔 只要让我看到 有猫跟狗 我一定 如果可以拿去买 我就拿去买 如果不能拿去买 至少我要把它拖到 或是拿去给医生治疗 就给医生治疗 死了就拿去买 如果不行 我至少要给它拖到旁边 不要让后面的车一直压啦 那刚开始这样的时候 刚开始发心的时候 因为看到这个 所有菩萨记才这样想的啦 那刚开始发心的时候 看到猫跟狗 自动的 那个时候还会怕 有些血肉猛虎啦 有些血肉猛虎 你会怕 脏嘛 有血嘛 车上都要放个塑胶袋 用塑胶袋 然后把它 远远的拖拖拖拖到这边来 他就觉得 哎呀自己 如果是我自己的亲属 我还会这样怕他吗 还会怕脏吗 就觉得自己的慈悲心又不够 真的 你就是这样看的 这样修来的喔 然后 但是很奇怪喔 真的我觉得 你如果发了菩提心 都有考验 我平常 大概一个礼拜 只发现一只 自从发了菩提心之后 一天都发现两三只 那你要知道 你又不是专门 环保局专门处理这个的 你要上班啊 对不对 那你上班又不可能说 载一只猫到公司去 对不对 都市又不可能 所以 有一次喔 我又看到一只猫 那是我那个时候要赶时间 要上班 可是那一只猫 已经撞死了 都市又不可能说 像你们这边就方便 随便拿个树下就可以买了 都市没有啊 找不到那个地啊 要骑到很远去啊 我那个时候住台南市 他骑到很远去啊 那没办法 所以 那我又要上班啊 对不对 如果上班被我老板知道 我去买猫 那我看 薪水要被他扣多少 所以 我们 我们只能怎样呢 就把这个猫 拖到旁边去就好 结果拖到旁边去 我刚拖到旁边去而已 那是一家商店 他就出来骂我了 年轻人 年轻人 你怎么把死猫放在我家店门口 我说 不是 他在你家门口撞死的 明明看见你载过来的 不是 怎么解释解释不了 那还有 很多啊 像我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骑到没有 你知道吗 像这种天气很热啊 这张牵啊 好热啊 都没有人帮我 我就觉得 哇好苦啊 发愿 以后只要我看见有人 骑摩托车 我都要帮他 然后 那个时候是 二行程的嘛 那时候很久了 我那个机车里面 就放一个 那个稀有的 你知道吗 可以把我们的车的有 稀到稀有的 然后放一个宝特瓶 然后 我只要看到路上 有人在骑车 牵手 因为我知道那个苦嘛 你就发心 我受过这个苦 我要不要让别人 再受同样的苦 这菩提心就是这样 耶 菩萨道是这样 菩萨是这样子的 菩萨不是初一十五吃素 然后 然后 然后有空的时候 六灾日 这样就好了 不对啊 菩提心是要实践的啊 好 那我就这样就 结果 你要知道 看见 就是 你用一个宝特瓶 然后如果我看见那个 那个人 在牵车 我会问他 你是轮胎破风 还是说轮胎刺破 还是没有油 如果轮胎破的 我们当然没办法 我就告诉你 你车放着 你车放着 我 我 载你去 附近的车行 你跟他讲 叫他来载 叫他来给你补 那你不要担心 你钥匙拿着 如果是 我看他加 如果他是没有的 我就看他是不是油 跟我一样 跟我一样 我随时加满油嘛 就加一点给他 然后告诉他 这个加油站在哪里 你去加油 如果跟我不一样 我就说 你摩托车放着 那么 我载你 去哪里 用那个 用那个保特瓶加一个油嘛 回来 加一点点回去 就可以起序去加油了 当时是这样做的 我第一个遇到的 发菩提心 你要知道 能够一怨而起 那个多快乐啊 我告诉你 那个比重乐透还快乐 我第一次 我记得 我当时很快乐 第一次见到一个 一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的男孩子 他家的车 很热很热很热 我就想起我以前也是这么苦 我想说 我一定要帮他 发了愿嘛 发了愿看到就要做啊 就告诉他 你加什么油 然后 他说 他加的跟我不一样 我就 你放着 你放着 我载你去 载你去这个 载你去加油 加了油回来 他很感谢我 我更感谢他 我告诉你真的哦 你更感谢他 你那个快乐很难说 很难说 就是非常的快乐 觉得哇 我做菩萨了 好像 好像 真的 我告诉你 我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知道啊 刚说好景不长 跟舍利佛一样 我真的 做了几个之后 你会越做越快乐哦 越做越殆劲哦 他不用感谢你都没关系 你真的很感谢他 因为你会觉得你在你在行菩萨道啊 啊 那个都快乐你知道吗 结果到了 不知道第一 有一次再遇到第三个 第四个 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女生 脱摩托车 我就告诉他 小姐 你的车 是不是没有油 他就看着我 一种华语的眼光 你要干什么 我说我没干什么 我就看你 看你没有油 他就一直 他就一直怀疑我对他 涂抹不轨这样 他应该他不知道我们发了愿的嘛 就是照着做而已 后来我就很受伤 开始就有简责了 只要是年轻的我都不帮 年轻的女众我都不帮 开始有简责 为什么 你会被误会嘛 会被嫌弃嘛 对不对 以后 受过伤以后 就会害怕 如果男众就可以 如果女众老一点的还可以 如果年轻的 那就不要了 免得被骂 你知道吗 因为你正在那个行菩萨道的时候 你那个受伤很难痊愈 你知道吗 真的 这个是我的经验 那还有一个 我有意外一个 一个 一个男众 我就跟他讲 你不用担心 你车放这里 不会有人拿着 你要是拿着 我载你去加油 他不信就不信 他说我不相信 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人 你一定是联络谁的 要来载我的车走了 我实在也很受伤 我告诉你 真的就是这样 行菩萨道 没有那么容易 为什么 你以为不退转那么容易 不容易 但是这个要经过什么 就是 这里到这里久修行 要久修 要常常修 真的 说菩萨界不是 六灾日 十灾 难道吃素就好呢 真的 菩萨界是这样子的 然后自己感到快乐了 就想要分享给其他的人 我告诉你 你应该这样 这样 这个才是菩萨界 你们已经受菩萨界的 要知道 就是说 你一定要尽量在日常生活里面 即使是一只蚂蚁 钓到水里面 你都会觉得 哇 这只蚂蚁好可怜 赶快想办法把他救起来 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 那一种 不要执着在蚊子 吃素 这种不是 真的菩萨 菩萨道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先了解这个菩萨的定义 凡夫 我们现在都是这样 凡夫 但没有发心的 要赶快发心 因为 做菩萨界真的有好处 第一个 你会怎么样 你会警惕自己 要这样做 那你做了之后 就算你退转 我告诉你 你还是会再转回来 真的 为什么 因为 因为他让你增上了 不断不断让你提 增加了你的力量 而且你不断 你是会退的 其实我都退过好几次了 真的 退了又进 退了又进 那 那个 那个主师大德讲的 修行是 走三步退两步的 走三步退两步 还进一步啊 那你如果没有发心走两步 推三步啊 我告诉你 越走越后面啊 真的 因为你有那个心在支持你嘛 我告诉你真的哦 真的 你有那个心 我发了菩提心 我要行菩萨道 虽然做得不圆满 但是 使则勉强 中则什么 太难 刚开始辛苦 刚开始 考验多 折磨多 但是 你只要不退心 那 退了心 能够再发心 没关系 你就这样 几年过后 你的心力又越来越强 你的姻缘越来越好 你的善业越来越多 你的智慧越来越高 真的 这个是心 但是你要知道怎么做 你真的不是只是吃素而已 那这个你要知道 好 那另外一个圣者 还有两种 我们先把这个菩萨先弄清楚 后面那个召见五音结空 就更复杂了哦 这个就管理到智慧的 圣者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不退转 阿比拔智菩萨 阿比拔智就是不退转 不退转 那凡夫都会退了 到怎么样才不退呢 正空性 有空性会就不退了 所以你不能只是 你一定要再修智慧 要修剥熱 你才能够到不退转 因为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当然可以牺牲我们自己 但是牺牲我们自己 我们也会考量 我们也有我爱我所爱啊 那么还得不到 因为我们都会有期待 我们希望我们的付出 至少可以有回馈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很正常的啊 但是 所以我们才会退啊 到阿比拔智 他就不是这么想 他不退转 这个不退转 一定要有性空会 我们叫空性会 一样 就是要有无我的智慧 空性会 菩提心 大悲心空性会 就是学佛山药啊 好 那么 阿比拔智 是圣者的最初 见 见无我啦 断身见啦 一般一般是说正无身法忍 正无身法忍 得阿比拔智 就不退了 不会再退为小胜 不会再退为小胜 也不会退为凡夫 这个 这个 你如果没有的话 大悲心不够 你可能退为小胜喔 我自己解脱就好了 反正 哎呀 众生难度啊 真的 你就会 你就会不想度众生了 做的要死 被人家嫌的要死 就是这样啊 做越多 骂越多 干脆就不要做了 我自己修就好了 自在快乐都好 对不对 那就会变成这样啊 因为众生喔 真的是刚抢难条难辅 你看到地藏菩萨 好不容易 把他劝回来啦 没有多久又进去啦 等一下又出来又劝啦 啊就 可是地藏菩萨的精神就是 就是 没有 没有退 就是即使他这么刚抢难条难辅 永不放弃啊 永不放弃这种 很难很难度的众生 那阿比拔智是圣者 另外一个是什么 一生补处 就是我们说的等觉菩萨 这个是初德法身 这个是后德法身 一生补处是什么 再过了就什么 成佛了 下一生就成佛了 下一生就成佛了 成佛就不叫菩萨了喔 成佛就不叫做菩萨了 他就圆满了啦 那成佛就可以度无量无边的众生了 那一生补处 所以这个是初德法身 这个是后德法身 这个是初发心 这个是初发心 这个是从初发心一直到 正法身之前 都叫做久修行 那久修行 你一定要依这个发心喔 依这个菩提心来修喔 菩萨是这样的 这个慈悲跟智慧 都要齐修 如果有慈悲 没有智慧 那会变成感情用事 凡夫啦 败坏菩萨 会变成败坏菩萨喔 如果只有智慧 慈悲不够 那会退为小胜喔 其实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菩萨一般 就分这两种式类 那现在 现在这个菩萨 你们稍微知道的 就是 单单这个菩萨的定义 就不是像我们一般 讲的这个样子啦 你看 那现在来讲 观自在菩萨 那现在讲观自在菩萨 菩萨我们知道了 那 有凡夫有圣者 有一身补处 有阿比拔志 那观自在菩萨 如果从这个观自在菩萨 定义来看 我们一样 凡夫圣者 观自在菩萨 这个观自在菩萨 菩萨我们已经知道了 现在像观自在 观自在 因观而自在 那 那 因观而自在 也可以分三种 一个就是 已经 已经成就的 已成就的 就是 他已经 已经 已成就的 就是他已经观 因为观而自在 观什么 观 就是 是 照见五蕴皆空 观在 观照五我的 而成就的 就是他已经得性空慧的 具有大慈悲的菩萨 这个叫做观自在菩萨 那所以 这个已成就的里面 只要是你照见五蕴皆空 你就叫做观自在 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就是观世音菩萨 已经成就的里面 有很多 菩萨有很多的 不是只有观世音 但是 因为 你已经得性空慧的菩萨 刚才我们讲 学佛的三药 就是你要大慎 你要成佛 主要三种 菩提心 大悲心 跟性空慧 那这个已经成就的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的 无声法人以上的菩萨 基本上 都是观自在菩萨 因为他已经得性空慧 他又不退于小慎 那么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 就是一生补处的 一生补处的观世音菩萨 但是 只要是谁 那么有了这个性空慧 而且具有这个慈悲心 他就是观自在 因为因观而得自在 你有智慧 第一个他已经出生子 他决定可以出生子 这个自在是第一个 他不会受到烦恼的束缚 他决定可以出生子 没有生死烦恼的束缚 所以他不会被烦恼 生死烦恼所束缚 第二个他要度众生 他也不会因为 那么没有办法度众生 因为他有慈悲心 他不会退 他不会退为小慎 他也不会是凡夫 那么这个 已经成就的 已经自在的 那么自在是因为他有智慧 就是观 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我们说过嘛 智慧有三个嘛 如果我们从波勒经的来讲 文字波勒 观照波勒 就是观照啊 然后怎么样 十相波勒 正得十相 那么他就是 观照四个主因 他能正十相 就是得无生法人了 那么已经正十相的 他正十相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你要观照五蕴皆空 你才能正五蕴无我 你要这样去观 所以因为这样观而得自在 那 观照 所以已经成就的 那么如果你观照 但是还没自在呢 像我们现在观照五蕴皆空 还没自在 将成就的 但是你透过这样不断的观照 你未来也能成就 这个也是观自在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持续的这样观 你将因观而得成就 那么另外一种就是 佛法基本上都是讲这样 比如说 已发愿 今发愿 当发愿 有没有 已经成就的 将在 现在在成就 成就中的 将要成就的 跟还没成就的 那已发愿 今发愿 当发愿 已往生 今往生 当往生 佛说法都有这三个层次 比如说 此事道 比如说这个 这个波乐 观照五蕴皆空 此事道 可修信 四转嘛 有三转法人不是吗 此事道可修信 我告诉你 这个是可以修的 此事道 努应修 此事道 我已修 我是已经证了的 你如果照我这样说的做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这样证 佛说法都有这三个哦 那现在也一样哦 现在教你的一切方法 佛是交给谁的 佛是已经证的 他交给的那些人也证了吗 绝对没有嘛 对不对 他交给的那些人 是跟他学的人 都是将成就而 未来将成就而还没成就 是不是 这阿弥陀经 告诉 告诉可以往生的那些人 是已经往生的人吗 不是嘛 但是你这样念 你这样修 以后可以往生嘛 不是这样吗 将往生的人嘛 所以他重点不是在 以成就的菩萨 以成就的菩萨 就不用再修了 以成就的菩萨 是视线给你看 你照我 我是这样成功的 我是这样成就的 你像我这样修得成就的 你如果 为什么要讲给你听 你如果也照我这样修 你也可以得成就 所以真正的观自在菩萨 不是观世音菩萨 是谁 是现在你们在学菩萨经的你们 他才是什么 当机众 你以为他这个讲给谁听 想给观世音听懂 观世音都自在了啊 他为什么要举观世音的例子给你听 叫你跟他学嘛 不就是这样 那观世音修 是照见五应皆空的 他目的跟你讲这个做什么 告诉你跟他修 告诉你也要这样修 你也可以成为观自在 是不是 你好想啊 你看佛三转法轮 比如说这个 这个观照里这个是道 苦极灭到的道 可以证实向的道 你看 四转 佛法都是这样哦 你要把它汇通起来哦 四转 此事道 什么样 可修信 我讲话还是很快哦 一下子漫不起来 有些人常常跟我反应 师父你讲话太快了 我说这样法轮转得快啊 此事道可修信 我讲话有两个特点啊 一个就是很快 一个就是很大声啊 会不会太大声啊 不会哦 此事道可修信 等于是我们再来讲 四转 劝转 这个你们如果有修 有学大概都会知道 此事道 奴因修 奴因修 那么呢 另外一个呢 正转 正转 此事道 怎么样 我已修 正转 此事道我已修 此事道我已修 其实佛法 经文里面都有这三层意思 他会告诉你 一个典范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比如说地藏菩萨 比如说法藏比丘 比如说药师流离王如来 他为什么告诉你 他有哪些功德 他是怎么修行成功的 都是这样啊 那他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 给你炫耀吗 不是 叫你医之而修的 那重点 重点不再讲那个人厉害 重点在告诉你 你如果这样修 你也可以跟他一样厉害 所以他重点都是在什么呀 劝转 那你看哦 四转 此事道可修训 那这一点其实有很多人也不了解 那很多人会认为 那个是观世音菩萨才做得到 我们怎么可能做得到 不是哦 佛陀跟你讲的 一切的法 都是你 佛陀如果跟你讲 叫你要这样修 就表示这个是你做得到的 他不会讲你做不到的事 佛陀那么聪明 他会告诉你 你做不到的事叫你去做吗 不可能嘛 他明明知道你做不到 他还叫你做 或是 你做不到 他却认为你做得到 那 你认为他还是佛吗 不是嘛 他能够观察众生的根基 而且知道这个世界的众生 怎么修可以成就 那所以佛陀跟你讲 这些方法 道就是方法 离苦的方法 成就的方法 都是可修信 都是我们做得到的 佛陀不会跟我们讲 我们做不到的事 他不会叫你 霞泰山以超北海 他不会教你在天上的月亮 不可能教你做这个 因为你做不到 但是他叫你 观照五蕴皆空 你怎么会做不到 你做得到啊 那你如果这样继续做了 观照了 你不能 你能不能成就 他告诉你 可以成就的 因为他是这样做 他叫你修 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 他跟你讲 我告诉你的 都是可以修的 你不能修的 我不会教你修 佛陀 佛陀告诉你修行的方法 都是有用的 他不会说 他也没有跟你讲 2500年后 这个就没用了 不是 不可能 我不在的时候 这样的法法就没有用了 佛法没有保存 其限 他不会变直 所以2500年前 2500年后 在美国 在中国 在印度 只要有人医治而修 他就可以得解脱 只要有人这样观照五蕴 他就可以正无声法人 一定可以的 所以 都是可以修的 任何人都可以修 不分男女老少 各种种族 各种皮肤 各种颜色 各种皮肤的颜色 黑色白色 不管 都可以修 所以千万不要跟我讲 师父 我年纪大了不能修 年纪大了又不能修 年纪小了又不能修 事业忙的时候又不能修 身体有病又不能修 你什么时候可以修 我告诉你 你告诉我 所以 其实 观照五蕴皆空 你在什么时候都可以观照啊 你说 你会告诉我 师父 我年纪大了不能呼吸 呼吸就是 呼吸学始可以再呼吸啊 你可以控制你的呼吸啊 是不是 你要呼吸多一点 呼吸少一点 你怎么不能呼吸 你说你好好数你的呼吸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不能修吗 那好那现在也不用修了 你要关照这个五一五我 色 受 想 行 四五我 你说你老你不能关吗 可以啊可以关啊 千万不要跟我说你老 千万不要跟我说你没有知识 你没有读书 跟读书没读书没关系 正阿罗汉的很多都是没读书的 正阿罗汉的佛弟子很多都是没有读书的 真的 有一些也不一定出家 很多解脱的都不一定是出家的 跟你有 第一个跟你有心没心 有关系 那么有心之后就要怎么样 要学习要努力 你有心只是有心之后不努力 那没有用 所以我们说嘛 这佛弟子听闻佛法都是讲一句话 我闻法后 独一尽处 专精思维 不胖一处 这个有跟大家讲过嘛 没有 没有 我忘了 我上课太多地方了 我什么话在哪里讲我就是忘了 我闻法后 他都去请佛陀跟他说法 告诉我怎么得解脱 告诉我怎么证悟我 告诉我怎么修行 他去请佛陀为他说法之后 他一定会讲这句话 我闻法后 独一尽处 独一尽处 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为什么要安静 没有干扰嘛 好好专心嘛 独一尽处 专心思维 专精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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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欲注 所以观照是很重要的哦 佛法的修行在思维 我在奴隶思维 专精思维 不放欲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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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怎么样 很精进用功德 塑塑修学 塑塑修洗 不放欲注 佛弟子去找佛啊 请佛为他说法 他都要跟佛说 我闻法后 请佛为我说 怎么样得解脱 怎么样得自在 不过我们不 请佛告诉我 我要怎么修才能够得自在 他说完了之后 佛还没有讲到说 我闻法后 独一进出 专精思维 不放欲注 我来听这个法 不是听好玩的 不是听增加知识的 就是听了我要用的 我就是真的要得自在来用的 不是听了好玩的 跟人家炫耀 我听了什么 不是的 就是为了解决我的苦的 我就是要用的 所以不放欲注 我会好好的把握 那么我会好好的修学 所以专精思维 不放欲注 就是什么 塑塑 塑塑 一次又一次的 塑塑修学 塑塑修洗 修学复习 就不断不断 那么 你必须透过反复的操作 你的心才会有力量 越来越清楚 越来越清楚 好 那现在 我们讲 这个菩萨 以成就 这个是以成就 以成就只是个典范 比如说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是以成就的菩萨 但是重点不在观世音 重点在我们读 菩萨经的这些人 好像地藏菩萨的重点 不在地藏菩萨多伟大 而是读地藏经的这些人 要怎么样学习地藏菩萨 跟他一样伟大 佛法都是这样的 他是一个典范 那么告诉你 这个人怎么成功 那么你要学 你要这样学 所以 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四转 此事道可修训 这个是第一点很重要 我们一般人都会觉得 我又不是观世音菩萨 我又不是地藏菩萨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力量没有那么多 我的福报没那么好 错了 他是讲给我们听的 他不是讲给像地藏菩萨 已经成就了这些人听的 就是未成就的人 就是烦恼重的人 就是智慧不够的人 就是定力不够的人 所以才要修学 慢慢的让智慧多 慢慢让定力过 慢慢让自己的善业多 福报大 慈悲心广 所以就是要修 那么所以他告诉你 最后 第一个 他告诉你的都是你可以修的 记得 他告诉你的都是你可以修的 你千万不要讲这个我做不到 不是 成佛 成佛是最难的 成佛是最难的 在所有的成就里面 你要像观音菩萨这样 你要像地藏菩萨这样 跟要像佛陀这样 哪一个比较难 当然是像佛陀这样比较难啊 观音菩萨地藏菩萨 他还没圆满呢 那你 你现在跟我讲你是菩萨 我要像佛一样 但是说 我做不到像观音菩萨这样 那不是颠倒吗 佛那样 你说你要像佛那样 这个叫菩萨 叫菩提心嘛 可是 现在观音菩萨都还不如佛 你就说我做不到观音菩萨这样 那这样到底 佛那么难 你说你要像佛那样 那观音菩萨还不如佛 你说你做不到观音菩萨这样 那你不会觉得这样 这样说不过去吗 你看啊 那如果你没有说我要像佛一样 那你就不是菩萨喔 你就不是菩萨 那你不是菩萨 那这个就是教你 好 那这个在后面再来说 如果你不是菩萨 那告诉你 你应该要跟菩萨选 要发菩提心 就是未成就的 现在我们先讲这个 你们是不是都是菩萨 是不是 有的人不敢讲 有的人讲了很小声 不敢说大声 为什么 哎呀我好像不是 好像是又好像不是 你们是不是菩萨 有一些人还是不敢讲 那没关系 那你要知道喔 将成就的 你只要肯定 我要跟佛学 我告诉你 你就进入菩萨的领域啦 就开始分啦 就是 你是菩萨跟不是菩萨先分喔 将成就 那将成就就迈向已成就喔 那如果未成就呢 那要先发心 你没有进入菩萨领域 你很难跟菩萨学 因为第一个因都没有 菩提心都没有 菩提心没有 你不可能升起大悲心 那你不可能成佛 你顶多是阿罗汉 能够做阿罗汉了不起了啦 我就怕你做流浪汉 三界的流浪汉 我告诉你 真的 如果你能够做阿罗汉 我都跟你顶礼膜拜啦 但是即使是阿罗汉 还不如菩萨 出发心 为什么 菩萨 如果成就了 可以利益很多人啊 阿罗汉顶多利益他有关的人 他能度就度 不能度就算了 菩萨不是啊 菩萨不是啊 不能度想尽办法 你看 如果世间没有菩萨 我们早就被放弃了 谁管我们啊 你以为你自己很好度喔 没有啊 都讲不听啊 是不是 一样啊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菩萨 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看 此事道可修信 此事道奴应修 此事道怎么样 我已修 我修给你看了 真的是可以啊 他以前也是这样啊 他不是一开始就菩萨 没有 所有的人都不是一开始就成就的 没有 都是 都是 像这个 法善比丘 因为四字在亡佛而发心嘛 不是吗 那现在变成 你看 帮助那么多人 释迦摩尼佛 在南灯佛时代受祭 更早之前发心 一样 所有的人一开始 一开始 都是像我们这样 那你要知道喔 像我们这样的人 已经是男人可贵喔 为什么 你要知道 真的 如果一条 你去海边 苗栗有海边嘛 沙滩吗 你去过海边 那个沙有多少你知道吗 那个沙喔 算不完 一粒一粒算算不完 有没有人去过海边捡过珍珠的 有没有 偶尔也会有喔 只捡过贝壳而已 对啊 珍珠很难捡 对不对 很难遇过 但是有些也会啊 冲上来会捡到 我告诉你 众生就像沙那么多 学佛的众生 就像珍珠那么少 那你们都是一颗一颗的珍珠喔 真的 我不会骗你 那如果是大乘发菩提心喔 那个珍珠更亮更大 你要知道众生有多少 能够做人喔 很不简单 所以佛法讲 人生难得是真的喔 人生已经难得了 这个世界有七十亿的人 现在啊 七十五亿大概啊 只有不管南传 北传 藏传 再加上乱传的 四个加起来 只要有信佛的都算 五亿人 十五个人里面 才有一个学佛的 包括庙场 庙天子都把它颜进来了 才五亿人喔 南传 北传 藏传 乱传的都算喔 那麽才五亿人 十五个人才一个 那发菩提心的 发大圣菩提心的 那么可能五个人里面没有一个 真的哦 所以你看那个沙那众生有多少你知道吗 众生有无量无边 你不要讲什么啦 我们这个静觉院就好了 静觉院范围里面有多少人 一百个给你一百个好了 有多少众生 树上的地下的 那你算不完我不会骗你 看不到的不要讲 鬼道众生不要讲 刚刚看得到的就好了 那地球 地球百分之七十是海洋 没有住人 陆地又有百分之七十是山 很少住人 那你想想看看 这个众生有多少 单单畜生就好了哦 鬼道的不要讲哦 那你看看人的 所以无量寿经也讲啊 难中之难无过此难就是什么 发菩提心的菩萨 能够学大乘的菩萨 而且能够依教奉行的人 能够真正的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的难 难中之难无过此难 讲的就是这个 那你们现在 我刚才问你们嘛 有没有发菩提心是不是菩萨 多数人都说有嘛 少数人想着很小生嘛 那么基本上我告诉你 真的要肯定 你哦 不一定 就是你要修很多生以来 你才有可能 得人生 再修很多生 才有可能遇见佛法 再修很多生 才有可能遇见大乘佛法 听闻到菩萨法门 金刚经不是有一句话吗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以此法义人生信简 怎么样 不宜 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而种善根 乃于千量 无量佛手 种出善根 真的是这样 你们每个人 金刚经都比我熟 你看哦 你今天能够听闻到般若经 大乘里面的般若经 不与一佛 而且你能够相信 你愿意相信 这个是可以修的 而且你也了解 你也愿意修 农云修 你也云修 而且你朝向 就是你将成就 朝向 你虽然未成就 但是你将成就 不与一佛 二佛 三四五佛 我中三个 你们多生累劫修来的 我告诉你啊 你以为那么容易哦 你修了那么久 才修到这样 现在说不修 会不会太可惜 会不会 对啊 对啊 没关系 我们以后还有时间 所以啊 你看哦 四转 劝转 正转 真正的观自在菩萨 是谁 我 对 是要修行的 那后面就会跟你讲 好 那你要怎么样观得自在 我们就要讲这个了 行身 波罗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音 这个又比较深一点 那没关系 不管有多深 对我们来讲 有多深 我们就挖多深 好 我们现在 先讲到这里 好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 皆供臣佛道